那么强增过后就怕有地基掏空等等的危险潜在因素 而日本地理搜寻诸事会社17号下午 特别带了一辆坑洞探查车和两台首推式的探地雷达等设施 前往了花莲市公所 要免费的来为花莲市区等重要的道路详细体检 来充分展现台日的友好情谊 17号下午日本地理搜寻诸事会社社长杂赫正式 率领技术团队抵达花莲 同时带来一辆路面下坑洞探查车和两台首推式探地雷达 将在未来几天在花莲地区执行检测任务 8月1日に日本で大きな地震がありました その際に台湾から一早く大きな支援を受けました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2週間前に4月3日ですね ここ花莲を中心に台湾でも大きな地震がありました 我々の技術でここで役に立ちた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して 今日ここに来ました 在1月1日能登半島那时候发生大地震的时候 那日本也受到了台湾很多方面的支援 那这一次也是怀着感恩的心情 那这一次呢在花莲 以花莲为中心 台湾也发生了这个大地震 希望能够以我们的技术 以我们的技术 在为花莲这一边提供一些协助 强震过后就怕有地基掏空等危险潜在因素 日本技术团队相继在0206之后 时隔6年再度吸手花莲市公所 免费要来为花莲市区等重要道路做详细体检 预计在下周将展开检测计划 他们愿意再次的协助我们 我要非常感谢社长 那我想如果未来有查到查报的路线 如果确实有这样的疑虑 我们会立刻来做一个修补 那等双方确定完 那会再将路线公布 这辆探查车能以最高100公里的时速 探测深度1.5公尺 宽度1.8公尺的面积 能够检测出大小约50公分以上的坑洞 技术团队除了透过这项技术达到减灾防灾 避免未来再度发生大规模的危害